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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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代往日古装形象的他 也是非常让人期待 新版套末之下能否换起90后的回忆 赢得00后的宽心 还是个未知数 至于能否让90后和00后拥有同样的青春 前满两个年代的代沟 却要等到追剧见分晓了 脱身能让陈坤课别九年重新回到电视迎评的脱身 是五月份最大的一个惊喜 陈坤的回归本就是一大看点 配上万希敦创始人 这样的阵容不看剧情 就让网友爆灯不断 故事发生在建国前夕 刚刚从狱中释放的由陈坤饰演的乔治才 在火车站意外与万希饰演的黄丽文挫脑皮箱 而皮箱中正式交给我打重要的电台 为此黄丽文不得不深入当地中产阶级社区 至此 二人结识并转入了不可预料的危险中 最终突破重围 而在这段危险的经历中 二人能否摸他中占友情意外的火花 就是令人期待的看点了 一别九年 到时再见 一别九年的回归之作 小约想陈坤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接的剧 质量有保障 旧剧在重温 重得青春陈坤告别电视影评了九年 九年之间有加 砸着一代人的青春 如果五一 你正处在空窗漆 重温一下老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流星花园王燕林 在快乐大本营上的一段流星花园的配音 让大家将目光再次聚焦在F4身上 但F前几天的山菜是绿茶也让人开始回忆追老板流星花园的青春岁月 那时的山菜真的是少女感十足 那时的F4还是帅气的象征 更像是美兰时代的开山之作 台湾偶像剧的鼻祖 恶作剧之文 貌似那个年纪对爱情的向往 都是来自台湾偶像剧 告别了报道的道明寺 又迎来了优秀的江植树 恶作剧之文的江植树和原香秦 让我们对爱情有了新的定义 原来坚持不屑足以打动人心 而剧中原香秦的坚持没有延续到剧白 可正人唱和林依晨的友情 却一直坚持到现在 即便你已嫁 多年后再次相遇 我叫起你的名字 不是林依晨 不是叫原唱 而是一句相亲 植树 重温一下 人把那些蠢蠢的瞬间 再看谁却少女心满满 那幻对爱情的专一 更是当下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正能量 少时看着不眨眼 老来偏爱傻白甜 恶作剧之文糖饭充足 不甜不要甜 放羊的星星要说到青春用助闹菲林志颖莫属 从放羊的星星到现在这张脸上 没有看到任何岁月的痕迹 放羊的星星没有那么多的温情 更多的是爱情的纠结和付出 那一幕幕为美的画面和纯 纯的爱情 正是这不去的亮点 而林志颖在其中奉献的赛车场面 也是迷到众人 剧中那首我们的纪念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没有付上岁月的尘埃 却承载着此刻的爱情 巨荒难难 或许是内心空虚 也可能是无从选择 当一切都不能隙你眼球的时候 怎么办 回归经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看曾经的爱情 曲折 闹腾 可最后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心里只觉得十分妥协 现实的生活 就需要来点糖 加点甜才足够美好呀 巨荒不是不可避免 看老剧等新剧 亮全其美自得其了咯 自从有了小约的 好剧无处躲 虽然不能带你脱单 脱贫 但是带你脱荒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拯救你的固带你的心 相约追剧一起了 值得一